每一张部落餐桌都蕴含着原住民文化特色 像是之罗部落有八卦王体验 情人带汉、迷彩绘DIY 部落皇后甜点还有贤爱玉等 在这三年来已经有五六千个旅人品尝部落餐桌 也扩大吸引数万人走进部落来观光 餐桌上精致的甜点都是来自之罗部落族人之首 交通部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整合部落生活、传统美食 在花东五个部落推出部落餐桌 其中玉礼镇的之罗部落米八六特色旅游 更是部落观光景点任门之一 这种设计也并不只是单纯让游客享用部落风味餐 而是将部落的精神尽力融合在流程中 成为一场文化的观理与传承 从部落头目的祈福仪式开始 让旅人带领游客学习谦卑舞 吟唱部落歌谣到最后的巴格浪 完全在稻田脚印餐桌完成 非常具有部落生活仪式感 每张部落餐桌都蕴含原著民族文化的特色 像是志罗部落有八卦网的体验 情人带与米彩绘DIY 部落狂候甜点 闲爱玉等等 三年来已经有五到六万的旅人品尝部落餐桌 更扩大吸引数万人走入部落观光 最早的时候是研发甜的 发觉我们总是要一个开发新的东西 那今年的时候刚好年初我们凤梨呢 外销大陆受到挫折 所以我们就研发用凤梨酱 来做这个我们的爱意的添加 反应非常好 就去除以前我们用柠檬爱意的这个方式 更在疫情后来加强油城体验的防疫完整度 达到消费者与部落之间的安心安全跟共好 期盼民众再次来到部落 一起享受属于花东纵谷 最在地以及最好玩的旅游 记者高松松玉里正采访报道